方向網站名 老師準備了裝有很多東西的神祕袋子 我們將手伸進袋子裡 體驗觸覺 猜猜看我們摸到了什麼 看見笑得很開心的小男孩 全班都跟著下 但在看看那個縮在牆邊的小女孩時 我覺得好難過喔 從操場開始走到大門口的榮樹下 看了看腳下正在走的路 最後停在垃圾回收場 我們把校園繞了一圈 經過了各種關卡 大家提出了自己 觀察到校園內需要被改變的事物 分組進行討論 最後我們決定要以DFC呈現的主題是 在選定主題後 我們開始想想 校園內垃圾太多的這個問題 影響的範圍有多大 找到了大家亂丟垃圾的原因 我們就要想辦法改善它 因為校園裡的垃圾桶太少 不知道怎麼垃圾分類 或已經習慣亂丟垃圾了 都是校園裡很容易看見垃圾散落的原因 我有信心嗎? 這個問題我一定可以解決的吧 沒有一個乾淨的學習環境 會影響我們的學習 還會讓聽到校園的客人們覺得 校園長短 我們將校園規劃成一個環保大幅 設置了三條偷網回收場的路線 讓大家可以邊玩遊戲邊維護 我們每天上課的校園 在遊戲開始前 我們自己動手準備道具 每個人都發揮了自己的想像力 畫出專屬於環保大幅的告示牌 下了大雨 我們緊急加工了告示牌 因為風很大 貼好的告示牌很快就吹走了 我們只好追著告示牌撿起來 重新黏貼 為了驗收成果的分享會 我們畫了邀請卡 邀請學校的老師一起參加 雖然時間很緊急 但一有空閒的時間 我們就抓緊時間練習開始 往垃圾桶裡看看 大家都有按照分類 將垃圾丟入這座的城市呢 我們一定提完的幾天 我們一定會學會的 我們沒有經驗 就是表記的動畫 什麼 我們要學校的時候 玩玩的幾天 雖然只有小小的成果 在我們的創意環保 那父王會一直持續進行 到開學後 請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會願意讓校園面的更感激 把垃圾桑擋 大父王會關給整個公學 文件 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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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